老闆 小姐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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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 謝金河 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 坪林是全台湾有山有水 最有代表性的地方 今天我们来到坪林的老街 我想大家可以感受到 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 坪林曾经是台湾 在往宜蘭最重要的交通要道 跟市长来聊聊坪林未来发展 也包括年轻人在地方未来发展的展望 今天我们欢迎市长 谢谢 今天很开心跟我们的谢兄 一起在我们坪林最古老 也最一个传统的老街里面 来跟所有的老朋友见面 这个宝坪公是坪林古老的一个庙 这一拜贤天上帝 每一次我们选举的时候 就会在这里搭个坪子 那我们宝坪公的主任委员 就会来给我们满满的祝福 祝贵喜欢老朋友 所以也见证这个老街的成长 从风华的时代慢慢的走到一个 因为没有9万8拐以后的北宜公路 慢慢因为血税 而且快速的通过以后 很多的游客就降低了 那也影响到老街当时候的热闹 不过我们当时有责任把年轻的在地的这些 老朋友们慢慢一个一个把它找回来 因为坪林是我们新北市的花园 最漂亮的生态山林都在这个地方 那来这个地方走一走以后 就会到老街来走一走 老街有很多传统美食 那也有茶叶所衍生吃的 年轻人的创意 所以待会我带你来走 好 市长这样让你带 走 先来拜拜 来到这里要先拜拜 来到这里一定要先拜拜 老街因为有这个宝瓶宫 大家都做并安的一跨 北宜这个地方的宗教信仰力量 躲在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要看坪林的老店 我相信第一个看到滴滴香 这个坪林最有名的地方 我们的滴滴香 这很久了 一九五一年 一四五一九 好 辛苦哦 老街了 其实滴滴香这是非常传统的一个老茶行 那这个老茶行传到现在第三代 曾老板就再传回 传来第三代 四三代他就将这个茶叶的灵魂 我们知道我们的云山包床 从甘醇香甜都有 比一个非常文清的质感 变成是我们生活中间 真重要的一个台度 这个台度是我们喝茶 品茶 那个仪式感 我觉得品评是一个真有 艺术也真有质感的东西 因为我们山包床茶 年转是十年 部分发酵茶专国的冠军 所以在他们的手艺 有传统的制裁 那也有历史的使命 更重要他用行销 文厂的方式 把它做一个转型跟改变 所以现在这条老街 我们这个呈现第三代 你来给这个老店 给他赋予新的生命 我相信后面会更加花洋光大 你来看看我们的品语 不仅有融融的茶文化 这个建筑 只有这个室桌的建筑物 非常有特色 这都用两层楼的闽南市建筑 用纯基岩砌砌成的石头屋 像这个石头屋 打成一个石墙 那是因为居民 以前在你说的北市溪 敲一下石板组成的墙 所以它摆起来 哪像人 跟钉的艺术 叫人钉兴旺 这条如果有这个糕屏很有名 我刚才买那个茶叶麻糬 茶叶麻糬 这很多有茶粿 茶叶麻糬 茶叶蛋 这有够多 茶叶麻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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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你今天刚才有这个桂园 阿公阿姐 你好 哇 这是我们平年喔 平年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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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好的一个朋友 叫做阿公阿姐 月娥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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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是麻糬 很好吃 你一定吃过 不知道这个就是 創始的达人 对对对 我先做一个给你吃一看 好 市长你也来做一颗 我做一颗 我来给你做一颗 我来给你做一颗 我有那个花生的 椰子的原味的山长 花生辣这样比较好吃 你要吃把它捏一下 压一下 因为这样馅才会均匀 好 市长要做 好 来来来来 要吃喔 要扁一下 对 扁一下 像我们新北每年齁 在在扁野办的 新北好茶节齁 像月娥姐 你都会去拼着茶叶料理 调度出来 要有很多风味餐 给大家来分享 所以游客来到我们茶叶的故乡 我们的屋顶也会调供 你调做 所以我们的餐厅也调品尝 所以在你吃的 都一定赞的啊 诶 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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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赌到你了 三个赌到你了 对啊 诚德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他在比赛制茶 对不对 我今天给你带一个好朋友 我们成德现在是 平民新年茶叶发展 对 理事长 我们的金瓜三号 我们拼牌的创始 是我们的蔡薇德 在各项的茶叶的推广上 资料够照 市长那我们进来聊一下 好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我们来到平民 我想今天从平感觉 他们两位年轻人在地方打拼 我相信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在这些年我们看到平民的人口外流 然后我知道 今天问了市长才知道平民 只有6500多人 将近6600 显然 人口外流 这是现在平民 我觉得很需要努力 重新振作的地方 现在诚德为德 我相信是非常重要的两颗很重要的种子 地方创生 你们来到平民开这个店 有没有遭遇到什么困难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自己虽然是外地人 可是我当时候来平民的时候 我发现说 虽然说大家可能对于观光产业 或是对于这种人口流失 比较有一点就是觉得负面的 尤其是学税开通 大家比较容易走过 路过跟错过 但是呢 可是一提到茶产业 提到这边的自然生态文化 就觉得说 哇 其实平民人 就可以看到出他们的自信在哪 所以有时候我们应该需要看 看地方 不是要看那个地方缺少什么 而是要看那个地方还有什么这件事情 所以 开始去 把这些产业做一些翻转 我们透过小旅行啊 透过这些餐饮啊 创意茶食 然后让更多人来认识这个产业 然后把平民的价值带出去 我是平民青年发展协会的第二任理事长 那我回来做茶厨做 已经有五年的时间 那就是回来之后啊 就是 再对于报总茶的销售这一块 就会发现 报总茶现在的销售有点线路焦灼 那因此就是我们后来 带着老的传统的记忆 但要借着年轻的创意的思维 那最重要的政府啊 在这个时候就要跟他们一起并肩作战 所以在过程当中我们要想 让我们政府的资源能够帮到他 所以在资金啊 在器材的补助啦 在课程的辅导啦 在课程的辅导啦 通路的行销 包括设计包装以及农产品 如果把它加工变成很有创意的现代化 尤其在设计行销包装这一个方面里面 其实年轻的朋友他真的很强 那政府其实只要在旁边稍微给他人力 务力稍微给他一点资源 他们就可以闯智一片天啊 那如果你们两个在地方能够生根 你也跟市长可以期待一下 用什么样能够吸引更多年轻人 回来拼命 跟大家一起来努力 其实我觉得像跟市长帮 我们协会啊 每年的人数其实都是在增加的 其实光靠这一点就知道说 成德他们在育城 赔利我们怎么这样在承接上一代的 这样传统基础之下 怎么透过创新的产业 让年轻人回来愿意承接 甚至他会觉得说 有这群哥哥们当后盾 所以我不会觉得回家种茶 是一件很困苦的事情 文山包种茶已经连续十年了 连续十年了 开了部分发酵制裁冠军 那其实没话讲 如何透过行销包装而且精致化 让他了解我们新北市平民之美 会了解说我们的茶叶文化的传承之美 所以这是一种感动的力量 这个感动的力量 可以在变了和生根的 让外来的人了解变了茶叶 在转型的过程当中 是很多年轻人创意所在 市长讲这个成德 有没有办法让更多外来客 来这边有更多的体验 像看我们也就开始慢慢推出一些 属于协会自己的一些一系列的产品 就是我们希望透过协会这边 当作我们的一个共同品牌 然后去做这样子 那我们就先请我们的市长跟社长 先请社长今天是客人 他们通常 因为一般人可能对于茶 会想说就是泡沫红茶店 或是什么饮料茶 但是呢 我们会透过茶席的风味体验 让他感受到 不一样瓶瓶在地的这些茶的文化跟它的制程 我们现在喝的这支茶 它是我们叫做茶庆酒 我们庆是庆祝的庆 就是这个啊 它虽然说喝起来是一个有酒的味道 它的酒味道是高粮的味道 但是它是零酒精的 所以就当我们现在大家出去玩的时候 大家都喝酒 只有我不能喝酒的时候 我就可以喝这样子的一个茶 一茶带酒 但是它去有 可以跟大家一起同乐的感觉 所以我们叫做茶庆酒 那就是我们希望可以透过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一些元素 然后让年轻人有更多的话题性这样 对啦 这样因为有像红茶 有泡沫红茶可以找到年轻人的一片天 那你现在如果说包总茶 能够有开拓年轻人的新的天地 那是格局又不同了 对不对 对对对 未来的坪林 我想市长也在我们今天这个大家品茶的 这个最后要结论的时候 给给我们新北市民更多的未来的前瞻跟想法 好不好 其实新北市就像台湾 尤其新北市有一个很好的地方 它是大台北的中心点 一千万人口的中心点 所以当一个新北市的市长 一定要带动北台湾的发展 也要带动台湾走向国际化 所以新北市当时为什么 会把五谷垃圾山变成夏立地 因为它是中心点的中心点 那三十年没有人碰 我们就要碰了 所以这个中心带动起来的时候 当然我们周遭的产业布局 就大家一起要来布局 就像我们的新店保高智慧园区 我们现在保高智慧园区里面 有鸿海的电动车 那也有特斯拉 那也有这个立项 好多的这个科技公司跟医疗 升级都在这里面 那这里变成一个智慧园区 那也有第一期已经发展 所有的出租率达到98% 那下来又第二期 那我们希望说 像我们的产业布局链 就随着我们的整体开发 一个布局一个布局的把它布下去 那新北市会有未来 那新北除了都市的繁荣以外 更重要的 我们在地的这些边厢 如何做农业创生 让更多年轻印度回来 所以财业的文化 是一种永续环境的很重要一个代表 让他在转型过程当中 看到新北不一样的特色 这个新北有一个好市长 是大家 尊重得大家的福气 你们两位继续努力 然后把这一条坪临老街 从坪感觉一路延伸 然后带动我们老街 整个创新跟发展 好不好 今天我们 谢谢市长 谢谢社长 来来 为德 这个是 茶 没有酒精的 茶酒 没有酒精的 以茶代酒 谢谢 那我相信今天 我们来到保平宫 沿着老街 把老街的所有的店家 生态都走得一遍 市长也帮我们做了一个完整的倒览 最后我们在坪感觉 跟程德威德泡茶聊天 我想今天我们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 那么对坪临的这种地方创生 或坪临的在地的产业发展 这种卖动 会让大家非常感动 坪临的好茶 坪临的好料理 那么坪临的好发展 能够在未来的坪临发展当中 能够生生不息 好感谢大家今天收看 老谢开讲 财讯与你一起挖掘台湾的美 请持续锁定及关注 将带大家发现更多台湾好城市